天啊这又是一个被自己作死的故事 眼前这个东京女孩车离子一个人骑着机车来到郊区游玩 到了晚上找到了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民宿过夜 在这泡温泉时 意外地遇到了另一位从东京来的美女尤美 同样都是受够了大城市繁重的工作 何而于我诈 二人从见面就相谈甚欢 尤美告诉车离子 这里虽然很美 但千万不要再往山上走了 第二天一早收拾东西即将离开的车离子问起老板娘 昨晚与她一起聊天的女孩去了哪里 但奇怪的是 老板娘说 昨晚民宿就只来了她一位客人呀 虽然奇怪 但车离子早已将昨晚有美的忠告抛之脑后 继续向山顶的方向前行 她来到了一间小茶屋 店主一瘸一拐地为她递上一杯清茶 车离子一直在赞美周围的环境 可店主却告诉她这里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好 看着窗外的好景色 闻着清新无比的空气 她不由地感慨说如果能一直待在这就好了 就是这句话 话音刚落 店主便紧张地让她不要再说这句话 还奉劝她东京有东京的好 这里也并不是她想象的世外桃源 但车离子还是口无遮拦地说 如果能一直待在这里就好了 店主很激动 告诉她不要乱讲话 并警告她天黑之前一定要走出这里 想到自己将要离开这里 不由地又感叹了一点 店主告诉她不要再说了 小心被他们听到 车离子也不耐烦地反驳店主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 我就是觉得这里很美 很喜欢这里怎么了 说吧拿起安全帽骑着摩托车离开了 可真正恐怖的事就此发生了 她骑了很久可是每次穿过隧道 都会回到这个山顶 而店主都会在店内的窗户上凝望着她 就这样 她转了十圈转到摩托车都快没有了 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山顶的茶屋 这时店主告诉她 当初就是因为她无意中说错了那句话 被山里的一些东西听见了 将她困在这里足足三十年 车离子很生气质问店主 怎么不早些告诉她 店主反问车离子 不是你说的要一直待在这里不回东京了吗 于是车离子扔掉了摩托车 往深山里走去 尽管店主大声地呵斥她 警告她不要进去 但是她仍然一意孤行 这时她在树上看到了一个怪物 她认出了那张脸 就是前一天晚上在民宿遇到的尤美 原来尤美也被他们困在深山里几十年 想到昨晚没有听尤美不让她上山的劝告 车离子很后悔 但是这一刻 她急切地想回到东京 尤美告诉她 只要心中一直想着东京 一直逃就可以逃出这里 此刻的她再也不会觉得那些繁重的工作厌烦了 她不顾一切地跑 跑到天黑 因为体力不知晕倒在路边 幸运的是被一辆正在回东京的司机搭救 车离子实在太开心了 终于得救了 她在车上忍不住分享这段神奇又恐怖的经历 还忍不住地说 那里真的很美很安静 好想一直待在那座山里 就在这时 她发现眼前的路从高楼耸立又变成了一片森林 这是一个让人实在无语的女主 如果你觉得大城市不好 为什么还拼了命地回去呢 三分钟热情地说希望永远待在深山里 还说了那么多次 那么山里里的精灵们也只好成全她